今天呢咱们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基本功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学习咱们后边的这个八大牧掌 之前咱们已经提到过了 八大牧掌呢是由之前咱们这些诸多的基本功啊组合而成 让大家了解这些基本功呢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学习八大牧掌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呢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一组组合基本功 名字叫指天插地和白蛇浮草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现在啊咱们来说一下这组基本功一些重要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双手自然站立的时候开始 挑劲 都要有劲儿这个就是往下做自由落体顺下来滑下来的劲儿上手呢好像在贴点一个绳子一样不能说我往下一刷这手丢劲儿了这个不允许 向上穿 向下落两个手都是牵刀劲儿的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在往下落的过程之中大家看我的脚我这只脚其实是虚的这只脚不承受力 而且呢我承受力的这只脚也不是完全承受力而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向下过渡 然后滑出去 这个时候双手上面这只手向上盖 底一只手向上穿 然后前后两手一抹刷 然后穿出去 前手肘尖向下 沉尖坠肘 大腕手往前穿 后手呢 双手前后两手力相通 像拧一个扁的 拧一个绳子一样 借着后手的劲儿 前身往前穿 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前身拧成一股绳 手向上穿 向下插 然后脚底虚实必须要分清 向前穿的时候 沉尖坠肘塌腕 指尖要有劲儿 这个手不能软 前后两个指尖都要有劲儿 这个就是白蛇腹草的重点 大家看到刚才我这个动作过程之中啊 有一个瀑布 这个白蛇腹草呢 虽然有瀑布 但是它跟瀑布的劲儿啊 是两种劲儿 咱们一举例来说啊 咱们先说瀑布 瀑布穿掌 你是前后两个方向的这种旋顶的劲儿 好像前面有一个铁环 或者有一个洞 你从这上钻出去 这个是瀑布穿掌的劲儿 咱们这个指尖插地和白蛇腹草都不一样了 首先啊 咱们从启示开始说 指尖插地 它有一个高低落差 指尖插地 到这儿的时候 出腿 它身上有一个螺旋的旋顶的劲儿 它是在这个螺旋过程之中 有一道弧线把你的劲儿从你的高位 然后移动到低位 从这边上手盖 下手穿 它有一个螺旋的拧筋在里头 瀑布穿掌呢 它是在一个平滑的这个高度上 它没有像指尖插地 白蛇腹草 它没有这个高低落差 这个是它们的区别 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指尖插地 还有白蛇腹草 在实际当中啊 它是怎么一个应用思路 当对方向我攻击的时候 还是像以前一样 我们呢 把这个对方的攻击路径 给它画开 然后同时我去攻击对方 对方隔挡防御 然后补身 贴位 指尖插地 这个位的是撕扯开对方的这个防御体系 然后我们练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一定要活学活用 如果呢 我照本相科还像之前那样 我把动作放大 然后上面这个区域啊 我就失去了对对方的这个控制 对方可以任意向我进攻 所以呢 在我补身贴位的时候 马上上身 把对方的防御体系撕扯开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我的肩膀 用白蛇腹草 然后呢 下面这只手 我就牵制对方的前手 不让对方回来 然后我去攻击对方 然后呢 这个可以给对方造成 很严重的伤害 我们肩膀 这个算是一个跟节了 大关节引导小关节发力 攻击力又狠 而且呢 劲儿非常的透 这是白蛇腹草的其中一种用法 现在呢 我们再说白蛇腹草 另外一种用法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正面的 白蛇腹草呢 也可以用背面来用 举个例子啊 就是当对方向我攻击的时候 我还是撕扯开对方的防御体系 这个时候呢 对方向我来攻击 我呢 指天插地 我封住了对方的这个上下两个手 而且呢 我靠贴身 我还撕扯开了对方这个防御结构 这个时候 大家看啊 上手还是像我们练的时候 抹扎下来 前手牵制 后手我用我的肩关节 还有这个腰胯关节 我封住了对方的这个身体 而且呢 我稍微 有一个这么有一点争力 我就破坏了对方的平衡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反着用白蛇腹草 如果说正着用的时候 我们是用前面这个框架结构 那么我们倒着在用的时候 是用着身体的 整个核心的框架结构 它的力量很大 而且力量很猛 对方不容易防御 也不容易察觉 大家看到了啊 我们刚才这一组组合基本功 它的困难程度 还有它的复杂程度 要远比我们之前的这个基本功 要高出很多 所以呢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另外 刚刚接触八卦掌头啊 可以看我们之前的 有一个基本功系列 这个进阶的基本功的难度比较高 所以呢 建议大家要把技术打牢 把技术打牢之后 再来练这个进阶版的这个基本功